那句话让狗狗等了十年 十年前当主人搬家时 在主人上车之前 看到也想一起上车的福石 对他说 车上坐不下了 你就在这里等着我 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但没想到这等待竟长达十年 每一天 福石都依赖着邻居提供的食物和水 维持生存 也有邻居想要领养他带回家 但每次被抱起来时 他都会拼命地挣扎逃脱 即使被带回家 最多只待上一晚 便会安静地逃到警卫室 等待主人回来接他 随着时间流逝 狗狗逐渐年老 邻居们只好将狗粮磨成粉末来喂食他 为了确保他的状况良好 大家带他去宠物医院检查 医生表示 福石虽然到了这个年龄 但他的健康状况还不错 有些白内障 无法清除便是远处的人物 此外到了这个年纪 如果突然转换到新环境 可能会感到心理上的不安 这对他的健康会有影响 因此 福石每天都在主人离开的地方静静地等待 但他始终无法等到主人的归来 一念之间抛弃他 却他用一生来等待 请不要轻易放弃 眼中只有你的小生命